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嗎 這樣錯了吧 沒錯啊 歡迎來到第二個小時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意思的你們 告解的時間來了 反省一下最近有什麼事情沒做好的 可能是防疫 我成了防疫破口 破口 還是 有什麼事情你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 為什麼Siri現在想 我剛剛講的沒有任何東西跟Siri有關係 防疫破口 這個有時候錄音間會容易發生一些神秘的事件 奇妙 你如果有感應你就要舉手跟老師說 你有感應 這是日本綜藝節目吧 以前台灣很紅耶 深夜去那個鬼屋 老師我有感應 怎樣 老師我這裡有感應 因為他們會站在各個黑暗的角落 好恐怖喔 所以你有感應你要舉手老師就會過去啊 老師過去可以幹嘛 然後老師我有感應 你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剛剛後面有那個 毛毛的 好像有風還是什麼的 然後晃過去 然後有時候你舉手 老師我有感應然後過去的時候 那人就抽搐這樣子 抽搐 然後就馬上被送走 欸嚴肅 嚴肅 嚴肅 那很可怕啊 真的不是可怕 我是覺得就是要賺錢很困難 就是要演這些東西有沒有的 欸你要想 十次裡面啊 十次都是演的 我真的覺得難免會有一次 喔會中到是不是 會中到鬼欸 那個工作真的太辛苦 就像是什麼奔跑吧 好兄弟也是 就是要在一些荒山野裡闖關搖鈴鐺 你搖十次一定會有一次出事啦 就是不要不信邪 然後蘇小姐又很愛看 邊看邊說 喔這裡的人很可憐 哪裡 我最近呢一直想要看的 就是之前很紅 可是我沒有跟上 現在我也找不到片緣 吹吹小屋 得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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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緊現在已經封殺結束了嗎 他好像有在哪邊開始出來了 剛剛忘了 但他沒有全面的觀景幣這樣子 022363995 你有罪嗎 你有罪嗎 打電話進來 不用說你是誰 我們是匿名的 safe your secret is safe with us 是安全的 你只要說出 坦承 你只要說出 忏悔 就好 很便宜 有 那些人 都不好 有 沒有 有 只是 會 轉 咦承 等一下 你好 嗨 你有罪嗎 喂 你有罪嗎 不好意思 他是很擔心覺得說 糟糕 我不是要告解的 我只要講我居家工作 對 我不是要告解 等一下 我現在好緊張 你的罪 我沒有想要告解 我只是想問瑪莉一個問題 你是要問問題啊 可以嗎 你知道你要問問題之前你要先告解 你沒有搞清楚我們在幹嘛 你先懺悔吧 對不起耶 那我搞錯了 那你要問什麼 什麼問題這麼重要 我想問為什麼瑪莉前天沒有加入強強的直播 強強 我那時候根本就沒有在用IG 你那時候在看劇嗎 我那時候 對 我那時候好像在看電視 因為前天強強跟劉雨柔嗎 還有花花 他們三個在開直播 好像就一直在叫我進去直播 可是我根本就沒有在用手機啊 對啊 他們直播很好笑耶 我想那是 我進去就不會那麼好笑了 我也會嗎 他們一直在說要邀人 然後要找你 可是你都沒有一直沒有答應 他們說你應該是 就是素顏然後不想 不想進來 素顏不想進去 可是我有看到他們都在用 後來就是用濾鏡嘛 可是那時候我就是在 我忘了我在看什麼了 可能在追劇吧 那你們什麼時候要再直播一次啊 今天晚上 唉呀 這麼巧 真的喔 哇 今天晚上我會跟馬克直播啦 你上帝派來的使者啊 真的嗎 哇 那你們會要搶牆或 花花和劉雨柔 不會 你的目標就是你要鎖定 搶牆花花 你就是想要他們三個啊 因為他們三個真的很好笑耶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瘋子 真的 花花和劉雨柔真的很好笑 真的嗎 真的 說實在的 我們倆自己想要蠻嚴肅的 我們倆很無聊 沒有沒有 她對她的興趣根本 連過到我這邊都沒有 她只是在問你而已 我對她來說她根本就是 誰啊 那就是一個男生主持節目的 好那就這樣了 好的 掰掰 掰掰 好 這年 這是我們想破了 我們的空間 我們失去了 我們的寂增 我們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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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ugs with friends and people that we loved all these things that we took for granted we've lost dancing we've lost dancing if I can live through we've lost dancing this next six months we've lost dancing day by day day by day we've lost dancing if I can live through this through this what comes next next 剛剛已經what come next 已經三個 你其實可以試著講多一點吧 可是因為我不知道 他是說kind喔 come 下一個是什麼 就不確定中間那個字 聽力不好 你有罪嗎 02-363-9955 hello 你好 是我嗎 喂 是你喔 是我嗎 是 你的罪是 我上次有打電話去找 還在旁邊是叫的那位媽媽 嗨 媽媽妳好 我要告解的是 我去找前男友的事 好 聽說 喂 對啊 妳說妳會去找前男友嗎 請妳把收音機關掉 專心的聽手機 有喔 我關掉了 那請說 我要告解的是 我還有跟他聯絡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 所以沒有辦法見面 那你上次的告解 應該就不是真心的告解吧 是啊 我知道我們不能再見面 被這麼天真的吐槽回來 我 我 無力 不知道怎麼辦 回籍 我們不能見面 但是平時都想見面 但是因為疫情 所以不能見面 那妳上次的告解 妳不是已經講了說 已經要結束了嗎 因為一開始 只是因為妳跟老公吵架 所以妳去找他謝遇啊 不是嗎 但是 我們都知道 我他 他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 想要的只是他 肉體上的 妳想要他的肉體 對 所以妳 上次告解是妳不應該吵架去找他 這次告解是妳迷上了他的肉體 他這次的告解是 告解的事我是不做錯的事 嗯 但是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結束 也不想結束 對 嗯 那今天的告解是 那今天的告解是 告解的是 我們還有 繼續 ZLINE的聯絡 所以是 疫情 阻礙了妳的激情 對 對 對 看他多堅定 看他多堅定 瑪莉很生氣嗎 我沒有很生氣啊 我只是想說妳有沒有 然後 嗯 每個人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決定啊 就是妳決定 要做這件事情 妳就想 相關後骨 妳都想好 呃 我也沒辦法 嗯 掰掰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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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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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聲明一下 週三告解式 在星期三下午三點鐘的告解式 是妳真的有忏悔之心 嗯 來告解 妳真心的要告解 而不是打電話來 可能妳背後 妳說了告解 但後面可能是炫耀 嗯 或可能是 排解 就真的不知道 什麼樣奇怪的情緒 嗯 妳根本沒有忏悔之心啊 那就 就不用了吧 我有啊 妳沒有啊 妳剛剛聽起來就是沒有啊 我完全沒有啊 妳看我這樣子 妳會很生氣嗎 嘿嘿嘿 妳不會啊 那我下次再編一個 讓妳更生氣的故事 哇 用編的 編到人家生氣 那功力要蠻強的 真的啊 我會再磨練 你惹人家生氣 完全都只是靠妳的配音語氣吧 妳說我啊 對啊 不是內容生氣 是講話語調人家生氣 內容不讓人生氣嗎 讓我想到今天我看到一個新聞 反正就是 某個賣豬腳的地方 然後我就是 反正因為有確診等去買過 他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甚至 可能同一條路上很多監管了 然後就是有記者去採訪 啊妳的生意少多少啊 少很多 少很多是多少嘛 喔妳說是記者語氣是不是 輕挑 竟然有如此 輕挑的記者 我就是 我被吸過去了 那多少嘛 很多喔 差很多嗎 只是白目嘛 這個 這個 欸 就 就之前主持一張 欸這我好像沒有講過 反正我之前主持一張記者會 然後我很不喜歡主持記者會 就是因為 不是說所有記者都這樣 可是裡面就是有些老鼠屎 會讓印象深刻 就是有這麼白目的人 就可能 主角呢是 目前有社會 社會關注焦點這樣子 然後那些記者就會一種 抓了他就是要你回答嗎這樣 沒 除了這個之外 還在那邊風言風語 要故意講的很大聲 嗨喔我就知道啊 你就不敢回答嘛 哈 你看我猜對了啊 賭對了 賭對了 這種故事齁 就是會叫人家憤怒 嗯 你生氣啦 有時候會覺得用狗仔這個詞去稱呼一個職業 好像有一點不尊重人 但是就是有時候看到他們所作所為 就覺得 可以理解 可憐狗了 嗯 好 好 好 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的時間 在我們Telegram群組當中的告解 有人說公司一直到這一周才跟我說 要討論分流上班的細節 公司要我們部門輪流在家 三天居家辦公 兩天特休 不然的話你就都來上班 但我居然認真考慮想答應了 答應哪一個 就是其實公司這樣就是變相的算是減半薪嘛 對啊 但他認真的想要考慮啊 想要考慮答應 為了工作 半薪也要做 嗨 打通打通 打通打通 你好 你好 你有罪嗎 有我有drink 你的旁邊是誰 我哥 中時聽眾我哥 我們都 沒有他是停假吧 沒有我們現在是在家上班 雖然我是 你們幾歲啊 雖然告解師不應該問太多個人資訊 但是我還是有點好奇啊 兄弟倆長大了還感情這麼好 實在是有點羨慕啊 還好 因為我們是同一間 你說同一間公司喔 同一間房間 就長大以後還是同一間房間 對上下鋪 你們當時還在睡上下鋪 對啊就跟軍中一樣 天啊 那你們怎麼決定誰睡上鋪誰睡下鋪 我忘記當初怎麼決定的 你上鋪還是下鋪嗎 你上鋪還是下鋪 你的 你的罪事 對 我就是在家上班的第二種 我有罪 我是薪水小偷 就這樣 好 因為最誇張的行進去 我請我妹幫我盯少 盯少 盯什麼少 幫我把風 把什麼風 我 我請他幫我看一下我公出的通訊錄 有沒有人密我傳訊息給我 喔 然後我雙雙的吹著人氣躺在廠商 齁 對 然後這是 我還特地突然說 欸 這個人 就是我的主管 我還想說這個人傳訊息 你要立馬告訴我 對 踹 要不要踹行 你妹為什麼對你這麼好啊 對啊 你妹不會就住在隔壁房間吧 沒錯 That's right 你們家有幾個兄弟姐妹 不行 就這樣講 這太明顯 太明顯 哇 講的兄弟姐妹會太明顯 因為很少會有這麼多個 哇 這麼多個 然後你們都還住在一起 大部分 你們什麼啊 雨傘學院喔 哈哈 那你妹的房間 該不會也是上下鋪吧 沒有 妹妹比較 珍貴 哼 所以妹妹自己一間 欸 她是Only One 所以她是KING SIZE的床 那她有在居家上班嗎 還是她是學生 她是學生 所以她在居家上課 喔 所以是很難得大家都在家的情況 她也沒在上課幫你盯上 你也沒在上班躺在床上 她有在上課 而且她 她有在做她的事 我只請她說 特定人士幫我判她 喔 對 那你其實沒事 你就是躺在床上睡覺而已喔 對 我就是在補眠 熱愛睡覺的男子 哎呀 做的事情比較不正常 好的 謝謝你的忏悔 是 我會努力的把老闆交代的事情做完了 好的 再見了 掰掰 掰掰 0223639955 嗨 你好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是想要說一些小時候的事 那我可以先要求你可能離電扇遠一點嗎 或是離你任何電腦或是電器的地方 因為電磁波太強了 就是會有一個雜音 你是用手機嗎 室內電話 那你室內電話應該是那個頭接觸不良了吧 是那種無限的 那就是他太老了 應該是 因為他很久沒有換 對不起 你的罪是 嗯 我是想要說就是小時候就是 有跟弟弟還有媽媽 然後去那種地下街 然後因為那時候 就是會流行賣那種倒板的磁鐵 就吸在冰箱上的磁鐵 嗯 然後就我跟弟弟就各選一個 我們那時候就喜歡的卡通人物這樣 嗯 那我就選一個柯男 然後我弟弟是選一個 嗯 那個飛天小女警的泡泡 嗯 然後就是 但因為我弟小時候很平 然後就是會一直 喜歡在我 就是拿著那個磁鐵 就是在我身上 就是弄來弄去 然後就是 他會一直假裝他在飛啊 然後跳到我身上這樣子 嗯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跟他講 就叫他不要弄了 嗯 但是就是一講不聽嘛 小小孩子 然後我就一氣之下 就往他的那個 手上就一揮 然後他的泡泡就飛出去了 然後就掉到地上 然後就 就斷掉了 嗯 那個泡泡的兩個馬尾 就其中一個就是分裂了這樣 然後因為我我弟弟就 就很難過 他看得出來很難過 但他是不會大哭的那種小孩 然後就擠在那裡掉眼淚 然後 其實我當下就 也覺得我自己好像 啊 不應該就是太衝動就打他 但是因為小孩子那時候就 也就是有點不太服輸 就是也沒跟他說對不起 什麼的 然後就是後來長大 就是時不時就想到 他那時候的那個樣子 然後就覺得很 好 對他很 很抱歉 那你長大以後 有跟他說過對不起嗎 沒有 就是也是不好意思 蛤 但這件事情一直卡在你心上 蛤 就是我跟他講的時候 我那時候 喔 不小心把你打掉了這樣 但也就一直沒有講出 對不起三個字 喔 好的 謝謝你電磁女 再見 不好意思 拜拜 拜拜 喔好舒服啊 我們 這種暢快感 我們享受一下 三秒鐘的寧靜 也不能想說太久 太久的話電台會 就是對對對我們享受三秒 舒服 太舒服了 02-363-9955 哈囉你好 喂 嗨 喂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居家防疫 放防疫 無心下在家 然後還一直網購狗狗的東西 哇 為了毛孩啊 可是你要有什麼 他的食物嗎 還是 他的糧食 我已經備了二十幾公斤了 然後就是他在家 太無聊也不能出門 所以就 買了很多玩具之類的 那你自己有 備到二十公斤的糧食嗎 沒有 你會不會最後必須要 吃他的糧食 狗糧 有有 我剛才訂了 那個冷凍蔬菜來了 就是我唯一幫自己訂的東西 噢 對 但狗狗的確就是 需要玩具消耗的能量啊 不然他們也是要 咻消一點會越來越胖 在家 好可怕 對啊 而且他是幼犬 就是在家都很無聊 而且他們那些爪子 也需要抓真的那些 外面的地 才會比較容易磨指甲 現在也都磨過 對啊 他指甲現在變超長的 我覺得好焦慮喔 但是我很過分 我都是 用那個什麼貨道 欸我都用那個 就是去取貨付款 然後叫我老公去取貨 嗯 就是你自己還是在在家這樣子 對 因為我不想出門 然後也不想付錢 好的 感謝你的告解 好謝謝 掰掰 我可以鎖定飛碟聯播網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然後加入馬克瑪莉的Telegram群組 Dear Marcy D-A-R-M-A-R-C-Y 那如果呢 你有一些告解 你覺得 嘖 講話你也還是怕被認出來 你可以傳私訊 給歐馬克的IG 嗯 我就會把他截圖分享 嗯 但會把你的名字 名字 名字 那些個人資料給截掉 嗯 這樣子 就是你的告解 如果你真的是講不出口 還是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他出去的 02-363-9955 哈囉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嗎 呃 有 你的罪是 呃 我罪是 我沒有要告解 我要分享 公司的事情 啊我們現在就是告解時間呀 呃 好 那 掰掰囉 等一下 那我告解 你不是沒有罪嗎 那我告解別的事 硬擠出一件事情來告解 我來聽聽看這個硬擠出來的 告解 好 那我要變身一下 沒有人聽得出來 沒有人聽得出來 我覺得可能有 呵呵呵 好好好 好 我 昨天晚上 偷偷約泡 現在還可以喔 就是 就是 現在還約得到喔 對 你是約你認識的朋友是不是 不認識的 你用交友軟體嗎 對 這麼厲害喔 所以你也 無所畏懼 我其實 原本有一些怕 就是 心超超腦 好 還是約了 呵呵 哇你這個很值得變身 沒錯 喔哈哈哈哈 這種時候egt Reporter 跑步這個是 真的是 而且很厲害 就是這種時候然後用交友軟體 你是你跟他就只有聊昨天嗎 還是已經就是聊一陣子了 聊昨天而已 聊昨天就約出去你是就是 他真的是要炸了是不是 不是是天選之人 男生哪有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你聊一聊就聊到 長得很帥是不是 我沒有 沒有就是普通 但是因為我約 因為我是約的也是男生 所以就是 這個市場就是不是我想的這麼的困難 對對對 就是簡單的 那你有給他做身家調查嗎 他最近有沒有出入哪裡之類的 稍微問一下 要填那個什麼QR Code上傳 不好意思幫我填下表單喔 你要進入我的話 你可能要先掃一下喔 我有先給他酒精消毒 你要進入你要掃這個QR Code 你要傳簡訊的政府 手機有進來過 跟所有那個便利商店外面都貼那個 因為政府要求 你要進入我的話 你要先上傳喔 對 我 我有先用酒精把他噴全身 然後我自己也噴了一次 你還讓他來你家喔 你真的是大膽欸 我也覺得 我真的是覺得有點後悔 你看明明就有罪吧 你這個罪很大 還不跟我聊公司的事情 你搞屁啊 好 感謝你的告解 好 掰掰 掰掰 不要因為你寂寞啊 不要因為你寂寞啊 就這樣子 0223639955 周三告解室的告解時間 嗨你好啊 喂 嗨 喂 哇我居然打進來了 好我要告解 你的罪事 我在家上班但我都在敷臉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等到解禁之後 我要當最美的那一個OL啊 沒錯 而且 我應該會在解禁之前就離職 哦 所以現在能賺幾天都算是賺到的 沒錯而且我現在都 呃 因為我們的圖都不用畫 所以我現在都在放空 圖不用畫喔 所以你本來就是要負責做圖的部分喔 呃 我們我們是做室內的 好好好 但我們不是做台灣 我們是做中國的案子 只是剛好他們在施工 然後我們現在就沒有圖 所以我每天都在 上傳一模一樣的圖到同樣的雲端 給老闆看 哈哈哈哈 每天傳一樣的圖喔 嗯 老闆就只會看 我們上傳雲端的那個時間 有沒有更新 哦 一種打卡的概念 欸對 每天早上那個LINE 大家9點半的時候就會傳貼圖這樣 然後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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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喔 這樣老闆被當智障片欸 老闆沒有 沒有老闆就是想 老闆只要打開兩天的圖 你剛剛有沒有趕快 老闆就會發現這個兩天是一樣的 沒有 還是有人幫他賺錢 只是我們這個部門 在做中國的案子 本來就沒有賺多少錢 哦 非常開心 每天都在敷一點 好棒喔 變得好漂亮喔 謝謝 我想問瑪莉有沒有推薦的面膜品牌 你都孵哪一家的啊 我現在是孵 等一下我看一下 竟然不知道 我是 等一下說你有沒有財力啦 你有財力的話 你就直接跳頂規啊 童也有機 我沒有財力啦 那你都在孵什麼 我是孵台灣山玫瑰什麼的 你說什麼 對 那個也那個算是 那個價位當中我覺得蠻不錯的 有幾款就是之前夏天它好像有出一些 跟絲瓜相關的 蠻鎮定的 我覺得敷面膜很棒欸就是 現在不是有點缺電嗎 然後我敷面膜就不用吹冷氣 涼涼的 對 夏天就適合敷面膜 我好開心我打進來了 讚喔 這是我第一次打進來 給我一個新登場吧 新登場 哇我好開心喔 哇 哈哈哈哈 你幾歲 你幾歲了 怎麼還像國中生一樣 你說我嗎我已經25歲了 才25還好啦 還是個少女的年紀呢 之前WAVE的時候 你們有打電話給我 喔在那啊 對啊 所以是第二次講到電話 我好開心喔 嗯 讚喔 嗯 好的 繼續開心的敷臉吧 小心不要過敏喔 好好好沒問題 好的 掰掰 謝謝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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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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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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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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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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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